我是季世忠 专门替老百姓打帮师的 吴昌龙这个案件是强调非常兴行的 非常严重 非常恶劣的 光疗失望不败强压 吴昌龙从27岁真的被光压了11年时间 从27岁上现在已经38岁 到现在还没办法判下来 这个是严重 轻弱人田 按照中国法律 按照另一个国家的法律 一罪从无 你没有事实 没有证据 就必须立即换来 胖又不胖 胖又不换 把一个良性有为的青娘 整整关压了一来四千 断送了他的没有青春凉花 这是非常恶劣的 侵犯人权的兴行案例 所以说这个案件 你既然没有事实 没有证据 没办法定罪 那么就必须立即释放 这是等见人材 这个议题真的保护人权 就是要公安机关没有事实 没有证据 不得威法鸭 而且不得刑事逼光 诶 不能站起来吗 武昌龙这个案件 刑事逼光是相当相当的惨务 这惨务人权 惨劫人权 这刑事逼光是最 政治非常非常聪慧 那么这里面的公安机关 就存在了两个大的 是一个威法行为 一个是威法制补一个公民 十一年时间 第二个是公安机关 扬重的刑事逼光 要强行给他定罪 这里面是 我们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钱 这已经通过这次人大 已经上升为国家法力 国家一致 那麽你 福建省公安局 有强力对抗 全国人权的法力吗 有强力对抗 国家法力吗 所以这就是 非常严重的 千万人权放行 所以我们再次 希望全国公民 上网 通过微博 来广化 来评议这个案件 通过 发出群众的一副身 人民監督 社会议论監督 呼吁 福建省公讲华 有关机关 上市自己的严重错误 立即释放吴昌龙 防公民一个人身自由的强力 不允许再继续拖 托扬家庭 不允许再继续对抗国家一致 对抗国家法力 立即立即释放吴昌龙 这是我的意见 我们希望全国人民 多来关注这个事情 发挥公民的 公民的民主强力 社会议论的监督作作用 社会议论监督作作用 还有我们也呼吁 全国的 网站 微博 报刊 记者 主动揭露 因为这个案件 已经撑着十一年时间了 人生仍有 仍有几个十一年时间 整个人生的 青春电话都被他光约在黑牢里面 所以这是相当无情的 而且是扬州非法联合国人权相扬的精神 有良者宗旨 我们再次呼吁 福建省国防机关 福建省政法委 必须正式相识 必须防吴昌龙一个 自清白 一个人生自营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